大家好,我是土豆精灵 我们就要去月球废面了呢 好激动也好高兴 这将是人类在月球上第一次开展生物实验 我和米南界,棉花,油菜种子们 还有小果蚓以及酵母一起 要去月球完成科学家们赋予我们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 我们可都是身怀绝技呢 据全球科学家研究 土豆将成为人类太空的主食 棉花是各种植物重要的原材料 而油菜则是重要的油料作物 我们三个共同努力为人类在太空环境提供粮、棉和油 拟难见小伙伴因为生命周期短等原因 被评为当前空间科学研究的模式植物 酵母个子虽小,但是本领强大 在无氧环境下,酵母可以进行艳氧呼吸 而在有氧环境中则进行有氧呼吸 它起着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作用 还可以为小果蝇提供食物 小果蝇作为唯一的动物成员 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 我们将利用月球背面自然光进行光合作用 开展微型生态循环实验 好了,介绍完成员,大家快入睡吧 我们马上要开启旅程去月球上深根发芽了 现在我们正搭载火箭去往月球的路上 忽然,迷迷糊糊中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很难受,应该是火箭正在加速穿越银层 超重力带来的压迫感 让我们感觉到越来越不舒服 感谢科普在赫的工程师 为我们设计的抵抗强烈冲击的壳体 还有智能恒温系统 就像我们的小空桥 保护我们不会被压坏,伤伤和冻伤 让我们可以安然入睡 嫦娥四号逐渐进入月球轨道中 再过不久,着陆器就要着陆了 我们的月球成长之旅马上就要开始了 随着着陆器的降落 我们来到了陌生又神秘的月球 月球上的温度能达到120摄氏度以上 在高温严重缺水的状态下 我们越来越口渴 突然一步清泉及时进入 原来是地球上的工程师叔叔在给我们浇水了 我们慢慢从休眠中苏醒过来 顿感精神清爽 调皮的棉花种子高兴地跳跃起来 哎呀,脑袋碰到顶板 种起了一个小包 哎,我忘了告诉他们 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轻轻一跳就可以飞起来 现在已经进入月昼期 我们在月球上的一天就相当于地球上一个月 真像是神话故事里说的 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在努力成长 看谁长得快,长得高 酵母总是行动得最快 她领先我们一步,已经开始生长分裂了 果蝇蛹也不甘落后地开始孵化 在月周期接下来的日子里 每一天我们都有大的变化 酵母已经分裂成了巨大的家族 你难见兄弟率先开了花 小果蝇也飞舞在我们中间 为我们加油 渐渐的月空开始变暗 周围温度也迅速下降 太空之旅进入到了月夜期 温度也将低于零下170摄氏度呢 还好,嫦娥姐姐带着可爱的玉兔 给我们送来了温暖的怀抱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伟大使命 将绘画作月球上最美的印记 我们下期待的情况下 稍后要改变到你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